今天我们的线人为大家推荐了位于华池路上的一家小饭馆 记者赶到那的时候已经下午一点多了 虽然过了饭点时间 但是小店里的生意还是很红火的 陈小姐告诉我们这家店已卖鸭唇出名 而且味道很独特 里面有炸馒头片和薯条 这个是馒头片 馒头片经常会有客人要加馒头片吃 因为很脆 脆脆香香 而且有点甜甜的就很好吃 然后这个是薯条 就很多香料什么都很特别 这个是鸭唇 然后还有花生米 花生米很脆 由于这家小店不起眼 而且势口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店里的大部分客人都是回头客 陈小姐也是偶然来吃了一次后 才发现这里的美味 现在我们已经成夫妻了 已经一直在吃这个菜 味道很不错 吃辣不厉害 但是呢 它这个口味我能够接受 辣辣的 麻麻的 必须要来尝一下 一定要来吃一点 吃一下才知道这个味道 我看见你那个旁边好像有点了一份那个 那个是馒头片 馒头片 你是不是也觉得馒头片最好吃 馒头片跟这个比这个好吃 它里面的馒头 金黄色的馒头 很有味道的 而且嚼起来很脆的 射嘴巴那感觉好像味道很入味的 看来这鸭唇的口碑很不错 果真是店里的主打产品 陈小姐告诉我们 这家店的老板娘是四川人 店里所有的食材都是从四川运来的 然后它里面有几十种尿磨成粉炒出来的 这里里面的尿 是什么尿 这我弟弟知道 我不知道清除 你也不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我弟弟是这里的主厨嘛 竟然连老板娘都不知道这鸭唇的调料究竟是什么 看来只能去问一下大厨了 可是他似乎没有时间应付我们的 这是我家弟弟 就是他是不是 对 是四川的 这是他的配方 做厨师做了十几年了 我到上海来有将近十年了吧 然后就是很多行业都做过 然后我觉得在上海餐菜比较受欢迎 而且上海人现在不像十年前都不能吃辣 现在上海人多少都能吃点辣 而且辣妈开胃啊 而且很多人客人都会问 哎呀老板娘媳妇为什么这么好 吃辣吃出来的 我弟弟自己研发出来配的 然后里面有几十种尿磨成粉 全部都已经放在这里 对对对 综合在这里面的 这是老油 老油里面也有好多种尿 然后要炒出来的 要熬制 要熬制 要熬制两三个小时 哦这样的 这里面有很多料 要熬 要慢慢的熬 熬两三个小时 然后才有那个香味 这个油一般来说这么一桶 你们可以用多久啊 两至三天就没了 两到三天就没了 对对对 要要再重新再熬 对对对 要重新哦 加很多种 对对对 还有什么辣椒 里面有豆瓣酱 有四川的这种辣椒 还有生姜 还有很多香料 还有香料 对对对对 都是从四川拂应过来的 嗯 他除了放这些东西以外 还会放这些 嗯 鸭腿的配料里面 还有 薯条 小馒头 还有花生米 采访了半天 老板娘的弟弟 始终都在专心做菜 一点也没有理会我们的意思 老板娘你有时候也会在这里帮厨吗 对的 我是从厨房做到收银做到服务 全能的一个工种都会做一下 啊 除了好不会 因为平时的时候这边太忙了 然后忙过来 对的对的 要对的 一般都干净什么活也就贴配一下是吧 对有时候他们厨房忙不过来的时候 过来帮个切一切啊 然后嗯 客人多的时候忙不过来收收收盘子啊 收收收干啊 对对对 老板娘告诉我们 他的弟弟其实性格比较内向 也不太爱说话 不过只要是站在厨房 就肯定会把每道菜都做到最好 再加上在四川做过15年的厨师 所以老板娘丝毫不会担心店里菜的品质 尽管大厨忙得没时间和我们说话 但是记者还是打探到了这鸭唇中香料的秘密 把几十种香料放在一起磨成粉末 在炒制鸭唇的过程中夹入少许 这样鸭唇吃起来的口感就会特别的香脆 点菜人有菜谱 菜谱点了以后啦 人家要点什么我们就要勾上去 这是菜单有菜谱 我们一锅可以两吃 然后我们是干锅嘛 吃好了以后啦可以免费加上可以算菜吃 算菜的价位呢也就是三块六块八块 我看了一下以后发现你这里没有收盈盘 对的 因为地方有点小 所以说收盈盘现在是暂时放在厨房里的 一般有时候我就把这个 今天那个我就挖在 挖在这个腰上 对对 就忙起来我要从厨房做到收盈 然后再做到大堂 然后帮个收收碟子啊什么的 因为地方有点小 嗯 就我知道的就是说餐饮好多餐饮都是从小店开起来的 我也希望我从小店会开成大店的 嗯 我相信自己会开成大店的 哈哈 这就是老板娘的新店 尽管现在只是一间很小的饭店 但是心中有了目标就会努力去实现 当然除了鸭唇之外 他们家也有不少其他的地道餐材 嗯 老板娘介绍说这个里面的笋是比较昂贵的30块钱一斤的 我觉得这个笋跟别的笋很特别 口感好 没错 对对对对 嗯 这个牛蛙啊 里面就是有那种红辣椒 你看不见牛蛙了 啊 给我们都吃完了 里面还有菠笋 味道都很好的 其实老板娘本来打算一心一意只做鸭唇 连店名都是用鸭唇起的 可是开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单做一样东西会局限小店的发展 所以这泡椒牛蛙竹笋鸡等都陆续的推出了 而且店里所有的干锅都可以一锅两吃取消实惠 呃 你平时来都点的鸭唇和那个竹笋鸡 它它们这牛蛙 这个是 嗯 泡椒牛蛙 这泡椒从私传进过来的 哦 泡椒的牛蛙是吧 我们推出来以后客气感应都很嫩 很嫩是吧 很嫩 对对对 然后这牛蛙从 从擦好下锅两根筋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鲜美它的味道 嗯 很嫩 很嫩的 会点那种泡椒酸酸的那种味道 就很开胃 而且就很滑 啪的辣 跟这个不太一样了 这个很麻 然后这个就是辣辣的酸酸的那种味道 因为我不是很怕辣 所以我觉得这味道正好 我们下次还回来点吧 我下次就会点这个 我会点这两个一起点 小小的店面 认真的厨师 必要的食材和烹饪方法 再加上老板娘的努力和用心 相信不远的将来 老板娘的心愿一定能实现